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经历到北宋父王 南宋偏安江南的政治局势的改变 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样一个时代的剧烈变化 总是让人无所适从 那么朱敦如他后来沉浸他自己的心情 写出了《西江乐》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作品 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 博似秋云 这两句可以是概括了人生的一些感受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它的变化是非常的无常的 对于朱敦如来讲 过去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一样 那样的短暂 春梦原本应该是温暖 疑你的 可是当它跟世事联系起来 我们会感受到 原来人世间不过就像春梦一场 是这么的短暂 其实可以不必隐怀 人情博似秋云 秋天的云缥缈依散 人情不也是如此吗 人在 人情在 所以人情的冷暖感受 往往也使使人的心里起了很多的变化 此人告诉我们 其实不要计较 不需计较苦劳心 计较也罢 劳心也罢 很多事情也晚不回 不如听天有命 认他顺其自然 所以他说万事远来有命 这里固然有一些命定的观念 不过其也显示了朱敦如 对于这样人生世事的无常 对于时代环境的大幅度动荡 他的一些阴影之道 那就是像道家一样 干脆让他顺其自然 也就罢了 我们的人生中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他说 幸运三杯酒好 灌旷逢一朵花心 好酒总是令人开怀 如果有三杯好酒 跟三两知己一起同饮 不是也是一种欢乐的场面吗 更何况 花的盛开 有时候也让我们心情为之舒畅 旷逢幸运 其实都是人生中 小小的幸福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 能够及时去感受 这样的小小幸福 不也是人生十分美好的一面吗 他说 片时欢笑且相亲 明日殷勤未定 有些时候 也许欢乐总是那么的短暂 我们只能掌握那片刻的欢乐 在那短暂的欢聚当中 就好好的珍惜跟朋友 相聚的情缘吧 因为到了明天 谁知道是因还是情 其实这里用天气 实际上在抒发 对于世事难料的那种心理 人事无常 世事难料 固然像朱敦如这样 经历过时代的动荡 改朝换代的不安 对于明天 对于未来 好像有些时候 并不能够确切地掌握 因也好 情也好 也许也就让它顺其自然 这也是我们能够采取的 应变之道 第二首我们要讲的是 冯梦龙的 放在三言里面的一首 西江乐 这首词事实上 在冯梦龙的小说中 是出现过的 它里面谈到了酒色财气 这四者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酒是烧身硝烟 色为割肉钢刀 酒是烧身硝烟 代表的是说 酒好像是一种燃烧的 把我们身体都燃烧殆尽 是一种不好的 像火焰一般 或者像硝一般 那么让人的身体 变成灰烬以后 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喝酒过多 当然是伤身 对身体非常的不好 而色 色是头上一把刀 色是割肉钢刀 这也是在强调了 色对于人生是有损的 再来是财 财多遭忌 财多往往让人 招来很多的忌妒 而且让人死于非命的可能性 也大幅度提高 所以钱多未必是一件好事 而多财往往造人忌妒 所以尽量的 我们讲财不露白 或怎么说 其实对于钱财 乃身外之物 应该要尽量的看淡它 气是无烟火药 其实气就好像是没有烟的火药一般 很多人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动怒 其实生气动怒都对身体有损 所以四件如果合在一起 酒色财气 往往对身体造来非常大的损害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面对才好呢 其实色 酒 财气 这四样东西 就像是四面墙 如果能够跳脱出来 也许对我们的人生 才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他说 劝君莫恋最为高 不要贪恋酒 色 财气 这四样事情 我们这样的才能够 真正的让我们的身 修身 养性 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而让我们的心情能够平静 而不为这四件事情所损害 这是冯梦龙在《警示通言》里面 提醒大家的 《警示通言》是三言里面的一本 《三言》是冯梦龙所编的 三本著名的小说 而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 警示的一个意味 所以这四件事情 那么冯梦龙也是提醒我们 不要为这四件事情所伤害 要明哲保身 要能够修身养戏 就是要远离酒色财气的伤害 第三首我们要谈的是 周邦彦的《立之相近》 周邦彦是北宋的词人 他的词非常的婉约 而这首词主要谈的 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他说 夜来寒清酒席 路为炫 夜来寒清酒席 表示时间 地点 地点是在一个酒宴之上 而时间是在深夜 这时候露水微微的 像渲染玉气的眼珠 泪珠一样 那么泪水就像露水一般 那么这里的露 其实只是指一种触感 表示说夜深了 带有一种凉意 而戏旅初会 那么显示的是 酒言歌席之间 很多人 那么戏跟旅 都是指鞋子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人在那里 那么当然不知只有 视觉上的形象 其实他这里面还谈到了 就是香气 香气正是在女子的身上 那么在这首词当中 因为他里面所谈的是一个 酒席间 所遇到的歌迹 而这个歌迹是他所爱的人 所以就在酒席之中 闻到了他的香气 而夜晚越来越深 而风雨也就逐渐的加大 他说 无端风雨催人 那么风雨好像把时间 也给悄悄地带到了另外的流逝当中 那么在风雨时间的流逝之中 可是这个女子却不能够跟她长相厮守 所以到后来 他就用了这个灯片连卷去形容 晚上风雨的就是席入 让灯偏了 因为古之后的灯是油灯 风的吹拂让灯偏了一片 帘子也卷了起来 那么风雨的进入呢 其实仿佛也带来的是 对于这段恋情的一些打击 所以到最后 这个女子就离他而去 所以他说 回顾使觉金鸿去云远 我们回顾才发现 这段恋情竟然是匆匆的 金鸿一撇而已 金鸿是从落神服而来 偏若金鸿 宛若犹龙 是写曹子健在落神 在落水之边遇到的美丽的女神 那么对方就像 受惊的红艳一样 很快的就消失无踪 所以这里面所说的 其实也就是这个女子 一方面她的形象 美的像落神一般 一方面也指 他们之间的情缘 实在是太短暂了 就像红艳一样的远去 到了云中去了 再也不留痕迹 这是第一段 那么到了第二段 其实周邦彦就开始 有点议论的一个性质 她说其实大体上人世间 最苦的就是聚散 所以她说 人的聚跟散 往往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聚当然是快乐 散当然是伤心 说人是最苦的 也就是聚散的无常 因为聚散匆匆 不由我们人能够支配的 我们总是对于聚 多所留恋 对于散 多所惋惜 那么对于这个 她曾经深爱过 而终于消失的这个女子 她心里当然是眷恋 当然是珍惜 所以她说 其实到了春禅的时候 那么就算是 就好像是开礼宴一般 因为春天的事消逝 就好像宴席走到了尽头 我们也是无法挽留 曲终人散 就好像花的残败 春的消逝 其实也都是 不由我们支配的 那么只能留下 无限的相思之情 所以她说 细想别后 流眼花须 更谁见 只能想想 从两人分别之后 对方再也不在她身边 如果再遇到春天 春天的时候 会有新生的柳叶 会有新生的花朵 流眼跟花须 代表是春天 新生的柳叶 那么柳叶 像人的眼睛一样 细细长长的 而花须只是花蕊 那么所以她这里是说 如果再遇到 美好的春天 可是身边的依人 早已不见 踪影 在流眼花须 更谁见 一说没有人可以陪伴在自己身边 那么这样的情怀 又要何处才能够消遣呢 那么这首词 其实写出了 我们对于爱情的无常 那么人世聚散匆匆 你所爱的人 往往不见得在你的身边 那么也许等到情缘消逝以后 一直剩下无穷无尽的相思 那么在相思之情当中 其实相思的情景 会勾起我们对这个人的怀念 因为之前是在春天 那么前面主要是在写 酒宴之中的相聚 而后面呢 写的是两人之间的分别 分别经由春天串联起 假设景物依旧 可是过往 曾经跟我一起 同赏春光 可以共俭 流眼花须的 这位美丽的家人 如今 雀精消逝 而不在身边 岂不是令人 十分的畅往呢 词往往带来 很多美好的体会跟感受 在人生当中 或许我们读了很多词 也跟我们自己的人生际遇 可以引发一些联想 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词的陪伴 我想对于我们的生命 总是会有更多更多的滋养 更多更多的 别有会心的美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 所介绍的三首词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